馬國明昨天直現新商場活動 早已有數十名示威者手持標語到場 而他接受訪問時 示威者更加去到他身後的圍板 高舉標語大呼口號 人數之後更加增加至到半百 令到訪問要中途腰斬 馬國明期後被安排回到後台帳幕 期間大會表示 馬明會不會上台 也是未知之數 需要視乎情況而定 其實我沒有擔心這件事 因為坦白說我們只是打工仔 團門DSE大會說延遷就延遷 我原本也以為延遷了 後來大會說他們想繼續 即是原本想延遷嗎 我原本以為自己也延遷了 後來經理人說他們說繼續 我們其實是一個打工仔 老闆要我們來我們就要來 做不做完全不是我們決定的 是這裏大會主辦單位決定的 但如果待會上學遇到有人 示威或者中經 我聽回來他們會有安排的 大會會有安排的 我想最重要是安全 如果你問我所有事情都是 正如上次的DSE取消 都是基於安全理由而已 還有今天我知道很多小朋友 我覺得最重要是保住小朋友的安全 如果大會覺得有危險 會令到小朋友有機會受傷 我當然他們會有另一些安排